众豆德瓜农业知识推广传播平台 让更多知识被系统性放大 延伸并转化成现代农业经营者的一种向上提升的力量 哈喽大家好 众豆德瓜发掘农业知识新维度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方式跟大家分享这个农业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用这个方式 控制在几分钟的一个时间 把一些知识做一些观念上面的一个传导 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那今天一开始呢 我们先用这个腐质酸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 因为这个腐质酸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也是土壤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物质 那这个是我在国外看到的一个照片 我觉得除了很可爱之外呢 这个网站里面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功能上面的一个宣示 因为这个是在研发一些健康食品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到说 这个腐质酸其实有很多对人体有益处的东西 经过这个提炼跟做一些萃取之后呢 它的这些功能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 未来当我们这个土壤里面的腐质酸越来越稀缺 那个人体医学上面又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确实就变成非常珍贵的物质 可能真是连土都吃不起 然后这个是北美洲的一个黑土的照片 就是我们黑土一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所谓的北半球 那这个是2001还是02年 有点忘了 这个一个周刊里面提到的一个议题 就是东北黑土里面的一个情况 已经非常的 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 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有机制含量 就是黑土土层还非常的厚 那现在呢实际上又过了二十几年 等于是这个周刊到现在可能也十几块二十年了 它的这个整个有机制的含量呢 也做也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下降 这个是一个世界黑土分类 那这边有一个组织啊 叫做WRB 就是这个分类的这个单位啊 它在全球里面呢 有不同的分类 不同的名称啊 这个红字是我去查了它一个名称 把它加上去的 那像中国有中国的分类啊 中国就叫这个ISOHUMISOS 然后是一个军斧土啊 它中文名称啊 那俄罗斯这个乌克兰 还有加拿大都有自己的分类啊 但是无论如何呢 我们看这个世界黑土的一个分类呢 都是集中在这个北半球为主啊 像北美啊 美国加拿大都含量非常的丰富啊 欧亚的话就是等于是横跨到这个俄罗斯这边呢 这个四亿五千万公顷啊 也是一个含量非常多的一个区域 那中国东北呢 就是在一个含量大概是在一亿左右的一个公顷啊 它这个啊 虽然我们说的是面积啊 但实际上它的深度呢 我们可能也不深了 可能大概就是一公一公尺左右啊 所以说面积大 但是实际上它的深度也不能啊 也没有太深了 因为这个腐质酸的一个形成呢 形成一公分的腐质酸呢 大概要四五百年的时间啊 所以有非常多的时间的累计 才会有今天这些资源啊 但是这个资源在我们现在的一个应用上面呢 有越来越稀缺啊 所以这个数字呢 是2018年农粮组织做的一个黑图的研讨会上面提到的这个数字 当然南美洲又有一些啊 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北半球 那这个是一个腐质酸的一个化学结构啊 它这个结构呢 简单来说呢 它就是带有很多这个六碳环啊 这个六这个一个一个圈圈呢 就是碳啊 就是这个碳元素啊 碳元素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分子啊 它外面的这些氢离子呢 会解离啊 解离掉之后呢 就会带负电的啊 所以这个负电的这个集团呢 是可以啊 保保肥保水这些能力的啊 这个是最后一个总结啊 我们看一下腐质质原则上 它是有机质的一种 那是因为它形成盐类 或者是属于一个水龙性的状态呢 啊 它变成腐质酸盐 或者是变腐质酸啊 那我们的腐质酸呢 也是属于这个啊 腐质酸里面的一种啊 所以这是腐质质里面的一种啊 所以土壤里面呢 大概是一个这样简单的分类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啊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